阿尔斯通Ostom DISPEN油压减震器 Ostom在1980年研发出第一款DISPEN减震器 同时DISPEN是世界唯一一家 由铁路机车车辆生产企业生产的油压减震器 Ostom至今已生产DISPEN减震器超过60万只 广泛应用于各个系列的列车 Ostom DISPEN减震器装备在超过36个国家和地区的轨道车辆系统中 阿尔斯通DISPEN减震器所使用的型号为 F1 F2 F3 F4 F5 F6 FV7 FV8 F9系 明翼速度范围在每秒0.001米到每秒0.5米 最大拉伸压缩力为4万牛顿 一系锤向减震器垂直安装于转向架与轮毂之间 它的作用是减少轮轨间的冲减 衰减转向架构架与轮对间的垂向振动 保持转向架构架 二系锤减震器在垂直安装于转向架与车体之间 它的作用是控制转向架构架与车体间的垂向运动 提高旅客舒适度 二系横向减震器横向安装于转向架与车体之间 它的作用是控制转向架与车体之间的横向运动 抗舌形减震器在纵向安装于转向架与车体之间 它的作用是医治转向架的蛇形运动 提高产生蛇形运动时的临界速度 活塞体是减震器的心脏 阿尔斯通迪斯本减震器 采用弹簧式的阀体结构 通常使用四个或六个独立的阀体 通过每个阀体的依次开闭 对减震器工作时产生的力进行相应 其优点是 力速特性更稳定 通过调阀可以满足多力速性能要求 由于拉伸及压缩分别使用不同的阻尼阀组成 相对于阻尼阀类结构减震器 使用寿命也更长 更易实现免维护 在减震器工作时 阀体依次打开 以达到对各种不同力速特性的响应 底阀体适合活塞共同作用 对减震器的工作做出响应 它同样是弹簧结构 性能稳定 免维护 补偿气囊是迪斯本减震器特有的技术 通过梳张收缩缓解储油缸油压 保护密封 延长减震器使用寿命和稳定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清岛 清岛阿尔斯通的设计团 已经累积了300余种不同型号减震器的设计 第四本减震器设计了六款标准平台的产品 从选型手册中选取您所需要的减震器 能大大缩短研发时间和设计成本 对于同类型系列的减震器 我们也可以根据客户提供的参数 进行模块化设计 通过更改关键尺寸参数 驱动参数生产新的产品 达到最快设计速度 迪斯本减震器 设新品的验证 需要进行严格的测试和验证 模拟实际运行工况 以达到产品的理想寿命 及LCC成本最优 客户的满意 我们的目标 青岛阿尔斯通 青岛阿尔斯通